因为真的是这个新内阁 被民党立为自家人 炮轰是外星人内阁 那当然在第一时间 行任长卓龙泰也有回应 他说说刚开始 可能有若干彼此不了解的地方 但经过半个月以来的沟通 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业务的熟悉 都比以前更好了 那么被 也是被K的满头包的 这个经理部长郭志辉 他面对所谓的外星人内阁 他讲没有这个现象啦 是外面的人解读 沟通上还好啦 我们也很少碰面 我们也很少碰面 那果仙请教这个立文姐怎么看 那刚刚我和波及有分析了 那如果说是 我可以这样讲吗 打卓龙泰 但不打赖清德 可是这个 打狗总是看主人的嘛 当然是打给赖清德看的嘛 第一个 其实民进党的立委 对赖清德是不爽的 因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赖清德跟过去以往 民进党所习惯的 民进党以前选总统的候选人 还有民进党以前的党主席 是非常照顾所有民进党选举的人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对 所谓的照顾就是说 你在选举是需要各种的 第一个声势上面的 大家都不用讲了 第二个是 人力跟财力上面的一个 挹注 民进党长期执政下来 所以民进党是很有钱的 但是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赖清德根本不管这些立委的 就立委你自己去自身自灭 不算民进党没有遇过这种老大的 你看像以前陈水扁 为什么他女儿会出来说 你们谁没有拿过我的钱 我跟你讲 陈水扁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大 他非常照顾他底下的兵啊 他是非常照顾他是非常大方的 他是很敢给的 打仗哪有不给粮草的 所以人家为什么当老大 是没话说的 我必须讲啊 政治动物就是政治动物 哪有像赖清德这样子 选举只顾自己的 第二个 你选举只顾自己的话也可以 那你声望高嘛 所以有你创造了一个大环境 对不对 蔡英文好选 民进党的立委都通通选上了 马英九 马英九人员还有谁比他更差的 对不对 又这么的清廉 那马英九人员差 马英九这么的清廉 对不对 都没有关系 他声望太高了 所以我随便连任何一个选区 你看国民党的立委 通通都选上了 选上最重要嘛 对 赖清德也没有 他是一个百分之四十的总统 他自己都快选不上了 很多选区民进党的立委 都还比他强呢 是不是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民进党的立委对赖清德抱怨是很深的 那你现在选上了 你是一个少数的总统 我在我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他必须给赖清德的内阁一个下马威 我觉得也是累积的不爽 为什么 因为赖清德是一个我行我素 只以自己为中心 大家都要听他的 众心拱跃 对不对 我认为民进党的党团 其实有很多委员是不爽的 这样子的一个烂局面 还要我们帮你打架 那你派这些人来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一个是 第一个民进党的党团其实是不爽的 那赖清德虽然他说他退出新潮流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全部用的都是赖加班 第二个他又不跟过去民进党长年以来的习惯 就是一定是派系分赃分得好好的 对不对 大家都有肉有汤可以吃 虽然他这次也是有给啦 他也给林佳龙外交部长了等等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肥的油的全部都他自己人 其他派系吃不饱啦 对 虽然赵天霖也捞了一个董事长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还是见指赖清德 表达党团的不满 而且会认为说我告诉你啦 你们今后立法院就靠我们跟你打仗了啦 我们人数也不够表决也是输的啦 但是如果我们连打都不帮你打的话 你会输得更惨 那在野党就如露无人之境了 你这个总统就是干假的了 就是在野党执政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给一个下马威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卓榮泰的政治声望跟政治实力不足 其实是很弱 因为事实上卓榮泰他已经脱离了第一线 他多久没选举了 你还记得他上次选举是什么时候嘛 对不对 而且他中间曾经还因为身体不舒服 离开过政坛 不像苏贞昌 苏贞昌是发誓我离开政坛又回来选了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我们笑他说你跟神明发誓是假的 可在民进党眼里就是说他为了党 他都已经退休了 他又出来叫他站 他还是出来站了 屁挂上阵 二话不说我就站了 这民进党就欠他的 这明明选不上的 我老脸怎么挂得住 问题是党要我站我还是站了 那他是有子弟兵的 他是有战将 他是有战功的 对不对 所以他在立法院里头 你们这些人不管在党里的辈分 或在党里的实力 你也不能够跟我苏贞昌大小生啊 对不对 更何况我苏贞昌比你更凶 那卓榮泰不一样 卓榮泰他的很多的资历 比现在在立法院的立委都还浅啊 对 他的资历比得过柯建民吗 他比不过柯建民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弱势的 一个行政院院长 人家不给你下马威才怪呢 对不对 那不然你还真的以为 你当了行政院长你就很大了吗 你也不过就狐假虎威 你背后是有赖清德 不然谁买你的账啊 我觉得第三个 当然柯建民啊 他要瞧很多事情 有你懂吗 他再也都在瞧了 更何况他执政 他要瞧很多事情 你们这些第一次来混政治的 搞不清楚东西南北方向 你不知道 看到我柯建民的名号 什么还要我亲自出马 我助理打电话 你就要开始处理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也必须让这些官员知道 你懂吗 这所谓的下马 我也要教很多 他们要上很多课啦 那不然我以后私底下 我安排 我交代你做什么事情 他不是只有政治任务而已 他瞧很多事情啊 那他怎么瞧 他当然是找这些行政部门官员瞧啊 对不对 不然他立法院瞧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啊 但你这些官员你要记得买账啊 而且重点是我老柯跟你瞧的时候 你还回去问赖清德的意思嘛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我代表的是民进党党团啊 你到行政院这些官员来 你们要到立法院日子要好过 没有民进党的这些哼哈二将帮你护航 对不对 在野党在修理你的时候 在野党跟你穿小鞋的时候 如果民进党也跟你穿小鞋 你就不要日子不要过了 但如果民进党在旁边护航对不对 在野党凶你一句我民进党下面就站起来凶你凶回去 你这个官就做的不一样啦 对不对 所以你要不要来拜托我在野党民进党党团呢 你必须来把我民进党党团当回事 你民进党党团是吃素的啊 你真的以为忠贞不二啊 忠党爱国啊 一看到是民进党的官 所以我就必须无条件的帮你护航吗 哪里天下有这么好的事 哪一个立委私下没有事情需要瞧的呢 尤其是选区选出来的 很多事啊 我今天一个事你不给我办你等着好了 我不但看在野党修理你 我还帮在野党修理你呢 在立法院太多这种事了 对不对 那你还看不清楚吗 你还这么白目吗 所以这些就是震撼教育 说穿了不过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一个震撼教育 让这些赖清德的官员知道 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 真的你们靠你们的主子 然后呢你就把我们当 当好像民进党党团 就要帮你出生入死 天底下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其实说穿了不过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说实在的也是难看啦 就是说民进党这些人呢 就斗鸡对不对 对外斗对内斗 自己人也斗 反正没有一刻没有一分钟 不是在斗就是斗 哪里有一个一点点的 他们现在连演都不演啊 也不让你感觉到说 他们真的在乎我们老百姓的死活 那是不在乎啊 哪一天每一天 没有真的在讨论这一些 福国利民啊公共政策啊 通通都没有 就是摆明的利益分赞 就是摆明的告诉你说你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是老大 老大赖清德我起码也是老二啊 你不要远你只买老大的账 你就不给老二面子 其实玩的不就是这一套而已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你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胶原蛋白生态 买六盒就送五包 每日完胜口含定 买八盒就在加码送 十四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带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百分之十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一百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 购物体验吧